我们的救主献身于无私的服务 祂教导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随祂 放弃私利来为人服务 祂说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整体来说 后期圣徒在遵循这项教导方面是很独特的 这是由于他们无私服务的方式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后期圣徒 申请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 年长者将退休后的消遣 舒适的居家环境 以及寒衣弄孙的天伦之乐 绽放一旁 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为陌生人服务 青年男女则暂停工作与学业 让自己可以到被指派的地区去服务 成千上万的中性教友 从事我们称为圣殿事工的无私服务 除了出于对活着和已是同胞的爱与服务之外 别无其他动机 支联会 支会和分会中众多的职员和教师 也付出同样无私的服务 所有的人都不收取属世的报酬 但都为同胞付出基督般的服务 要放弃个人认为重要的事和渴望并不容易 许多年前 一位刚到英国的传教士 感到沮丧 灰心 他写信回家 说 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他睿智的父亲回信说 忘掉自己 赶快工作 年轻的戈登辛格莱长老 跪下双膝 与主约定要试着忘掉自己 为主服务 许多年后 辛格莱长老成为主成熟稳重的仆人 他说 那些只为自己而活得的人 将枯萎凋零 但那忘掉自己而为人服务的人 将在今生和永恒中成长兴旺 今年一月 多马孟宗会长教导 百汉阳大学的学生 在学生时代就要做好 属灵方面的准备 包括为人服务 孟宗会长说 爱 是救主一生使命的最佳写照 它让虾子能见 脖子能走 又让死人得生 也许当我们面对 创造主的时候 他不会问我们 你担任过多少职位 而是问 你帮助过多少人 孟宗会长的结论是 实际上 只有借着为神的子民服务 来侍奉神 才是真正爱神 在为人服务中 忘掉自己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父母为孩子做的牺牲 这不单只有后期圣徒才做得到 母亲为了生孩子 养孩子 必须忍受疼痛 牺牲个人目标和舒适 父亲为了负担家计 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优先顺序 在今日这个世界中 愿意和不愿意这样做的人 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我们家 有人最近在飞机上 无意间听到一对年轻夫妇解释 为什么他们宁愿养狗 也不要生小孩 他们说 狗比较不麻烦 狗不会顶嘴 也不需要罚他们进足 我们很高兴 有这么多后期圣徒夫妇 属于那无私的一群 愿意牺牲个人的优先顺序 来为主服务 去生养天父 托给他们照顾的孩子 我们也很高兴 有人愿意照顾残障的家人 和年老的父母 做这些服务的人 从来不问 我会有什么好处 他要求的是 我们为了无私的服务 而搁置个人的便利 无私的服务 与现今许多人 追求名利和其他 立即享乐的属世态度 截然不同 后期圣徒特别励志 要牺牲 我们每周领受圣餐时 就见证了 自己为主和同胞服务的决心 在神圣的圣殿仪式中 我们立约要牺牲 并为他人的福祉 献纳我们的时间和才能 后期圣徒 也因他们团结合作的能力而著名 在西部内陆山区肯荒的摩尔门先驱者 建立了令人崇敬的传统 为了大众的共同利益 无私的合作 延续这项传统的 是我们最近在许多国家 进行的援助之手计划 在最近的一次公投当中 后期圣徒与看法相同的其他人士 努力捍卫婚姻 对某些人来说 这项服务让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忍受了个人持续的痛苦 我们教友们从宗教信仰和教会服务中 学习到如何团结合作 以造福广大的社会 也因为如此 在教育界、地方政府、公益事业 和其他无数需要高度合作技巧 及无私奉献时间和财力的计划中 都急需后期圣徒义工的投入 有些人将教友的乐意牺牲和合作能力 归功于有效的教会组织 或是有些抱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误以为的盲从 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 外人无论是仿效我们的组织或是实行盲从 都无法复制本教会的成绩和教友的表现 我们牺牲的意愿和合作的技能 是来自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来自于领袖受灵感启发的教导 也来自于我们在认知下所定立的承诺和圣约 遗憾的是 有些后期圣徒似乎放弃了对人无私的服务 反而选择按照世人的标准和价值观 来设定自己的优先顺序 耶稣警告说 撒旦想要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 也就是说 要让我们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普通 相反的 耶稣教导说 我们这些跟随祂的人 应该是宝贵的 独特的 是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 要在所有人面前发光 如果我们惧怕世人 甚于惧怕神 就无法好好侍奉主 主曾斥责 在祂复兴教会中的某些领袖 因为他们追求世人的赞美 注重世上的事 多过主的事 这些斥责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召唤来确立主的标准 而不是去追逐世人的标准 约翰维特苏长老宣告 我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生活 书画或行事 因为我们肩负着不同的命运 义务和责任 我们必须让自己胜任 这项事实与时下 所有流行的趋势都有关系 包括不端庄的服装在内 一位睿智的朋友评论说 如果你看起来像海边 其他的泳客一样 就无法担任救生员了 那些积极营营 试图以追求世人的赞美 来求生的人 实际上却是在拒绝救主的教导 那就是拯救我们 获得永生的唯一方法 就是彼此相爱 献身服务 刘义四解释救主的这项教导说 在你稍有自我的那一刻 就可能会将自己放在第一位 想要以自己为中心 事实上想要成为神 那就是撒旦的罪 也是他教所示人去犯的罪 有些人以为 人的坠落与性有关系 但那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撒旦传给我们先祖的观念 是他们可以变得像神一样 他们可以自立门户 好像他们是由自己所创造的 成为自己的主宰 而为自己虚构某种 不属于神和远离神的幸福 这种毫无指望的企图 因而产生了 人类试图寻求神以外之 幸福来源的一连串可悲的故事 自私的人比较想取悦世人 特别是取悦自己 而不想取悦神 他只在乎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他行几路 追随自己的神的形象 那形象是世俗的样式 这样的人自觉于 神的圣约应许 也自觉于 在此艰困时期 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 友谊和帮助 相反的 如果我们能像救主教导的那样 彼此相爱 彼此服务 就能继续保有圣约和友谊 在我们这个时代 牺牲肯定是不流行的 教导我们祖先 必须无私合作的外在影响力 已经荡然无存 有人说这是我的时代 一个自私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问 我会有什么好处 甚至连一些应当懂道理的人 也急切地想要赢得 巨大广下中 那些嘲笑和谩骂者的赞美 那广下在意想中 指的是世人的骄傲 我们这个时代的 世俗目标 就是不劳而获 古代的贪婪罪 以个人理所应当的面貌出现 我应该得到这个或那个 因为我是我 我是个儿子、女儿 公民、受害者 或是某个团体的成员 认为理所应得 一般来说是自私的 因为这种行为 提出诸多要求 但却付出很少 或毫无付出 就是这个概念导致我们 将使自己高过周遭的人 使我们偏离神圣公平的 酬赏标准 也就是 当任何人从神那里 获得任何祝福时 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 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 贪婪和认为理所应得 所造成的影响 可从一些企业主管的 数百万红利明显看出 但是还有其他更广泛的例子 贪婪和认为理所应得的观念 也助长了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的背后因素 那就是草率而普遍的借款和过度的消费 赌博是贪婪与自私的另一个例子 赌徒拿出最小的金额做赌注 却希望掠夺他人 而得到更多的更高的回报 不劳而获 无论如何伪装 都违反福音当中收获的律法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世人的价值观错误地教导我们 只要顾自己 这种腐败的态度 无法产生改变或成长 与神在赐给他儿女的伟大计划中 所揭示的永恒进步 背道而驰 耶稣基督福音的计划 提升我们超脱自私的渴望 并教导我们 今生的重点就是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 已故的加尔各达 德雷莎修女是无私服务的伟大榜样 由于她的誓约 她自己和同仁都献身 免费提供制品者健全的服务 她教导 有一件事情 一定可以让我们进天堂 那就是让生活充满仁爱 慈善之举 德雷莎修女坚持 我们做不了大事 只能用大爱做小事 这位伟大的天主教公仆去世后 总会会长团在致哀的信函中声明 她一生无私地服务 启发全世人 她的基督徒善行将是未来世代敬仰的典范 这就是救主所说的 为服务他人失掉自己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应将这项原则 应用在我们参加教会的态度上 有人说 我今天没学到什么 大家都不友善 或是我被冒犯了 或是教会无法满足我的需求 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答案 都会妨碍灵性的成长 相对的 一位聪明的朋友写道 许多年前我改变了自己去教会的态度 我不再是为自己去教会 而是想到其他的人 我刻意地和每个独自坐着的人打招呼 欢迎来访的客人 自愿接受指派 总之 我每个星期去教会 觉得应该要主动积极 不要被动 并为别人的生活带来正面的影响 结果参加教会聚会 变成更快乐 更充实的经验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项永恒的原则 那就是 当我们为了付出 而不是为了获得 而去行动和服务时 我们会比较快乐 也会更加满足 救主教导我们跟随他 做必要的牺牲 忘掉自己 为人无私地服务 如果我们这样做 他应许我们会有永生 那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 是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同住的荣耀与喜悦 我为他们做见证 也见证他们为了世人的救恩 预备了伟大的计划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天说明了